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了一双就品香比较糟糕的利木皮靴 德勇圣野 2010工程师款 人在长沙就跟我讲什么原因呢 他是想转色 利木皮本身的颜色就比较浅 先是用了牛角油 不大满意 后来用了马油 又在太阳底下暴晒了20多天 就弄成这个样子 到处是油斑 就弄得不均匀 而且出现了不好的一面 就右脚这只它没有光泽了 脚背脚趾这边就出现了黑斑 左脚也是这个样子 估计是看了我前几期的视频 感觉出了问题找到我 我们先看一下右脚这只 这些黑斑啊 肯定是破坏比较严重的地方 就出现了黑斑 皮革过氧化 那这个就是癌症补不回来的 我前面也讲到过 就牛油 马油 雕油 橄榄油 这四类油 其实是一种油 对皮革的氧化速度和深度是一样的 用一种不对劲 那其他油就不用试了 结果是一样的 日本皮比欧洲皮难转色 从这双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鞋子其实已经严重过氧化 但是颜色还是没有转过来 这一点我这里有很多客人也有反应 这只已经明显湿光 湿光是湿柔的表现 包括上面的斑点 这也是湿柔的表现 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阶段了 就看看这个斑点 就到这个阶段发现不对劲 其实已经晚了 就黑斑更不用说了 这都不是湿柔的问题了 这个地方开始是湿柔 然后发黑发干 最后开裂全毁 所以这些地方以后就不能再占油了 任何油都不要占 这个鞋面现在特别干 有很多小裂纹 到底还有多少严重的地方 现在还不清楚 就护理过程当中一点点会展现出来 这个黑黑的地方 现在弄不清是过氧化 还是蹭着脏东西 等洗了以后才知道 希望是脏东西 后跟这里有一些裂纹 这么看就看得清楚了 氧化到一定程度会让皮变色 这是可以的 继续氧化肯定就不行 等于洗了以后才知道具体情况 再看看左脚 一样的就是这些地方 就是上面这个地方 就过氧化 黑的很严重 鞋面上还有光泽 就油擦的也是动一块洗一块的 就鞋帮上一大块污染 这个侧面的油就比较重 就比较黑 洗了以后才知道什么情况 过氧化的地方已经出现油裂纹了 就是开始出现裂开的痕迹 这个鞋的皮质感觉比右脚的好一点 能感觉到论感 这部分是松面 用的是杜南皮 这和用油没关系 这和材质有很大的关系 这鞋很可惜 这鞋不便宜 官网售价是820美元 人民币要6000了 而且国内没卖的 这小哥不是说不懂啊 而是在我解释皮革过氧化现象之前 起码以前的视频里头 没人提到过这种现象 大家都教着用牛角油 马油 雕油 这些来保养皮具 觉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也确实 很多人赛出这种成品 看到的人也是跟着做的 而且做示范呢 不罚很多人是专业博主 那现在我问一句 你看到他们的示范 也跟着做了 有没有出现他们给你的效果 有没有自己发在屏幕上面 我再问一句 你跟着做了 有没有出现我说的过氧化的现象 也打在屏幕上面 这样也给后面的人一些指引 那还是这双鞋 现在制定护理方案 客人的要求 就是这些斑块能不能去掉 另外颜色能不能加深一点 就掩盖一下斑块 我的理解就是斑块 肯定是要想办法的 这一部分必须要匀化 别管深浅 就是看起来要一致 后面的深浅都不是问题 先做几个猪毛刷子 就猪毛有很好的韧性 就清洁面弄到毛孔里 又不会伤皮子 也不会和龙剂发生反应 那到了清洗现场 这是户外 今天用的清洗剂 是石油龙剂 有挥发性 所以空间必须要是开放的 要么通风很好 皮肤都要保护起来 鞋是整体清洗的 就不管有没有斑都要洗 不然后期都是不均匀的 清洗剂我还在开发 之前在视频里说的清洗剂 是需要中性的或者是弱酸性的 很快我就发现 这句话是错的 起码80%是错的 有很多中性清洗剂 还是会造成失扰 我在后面才观察到 擦的时候有点费劲 就之前说过一句话 洗剂是能用的都不好用 好用的都毁皮 这句话是对的 所以擦起来很费事 洗到什么程度呢 就整体就发白 像这个过氧化烧掉的地方 就洗完了很明显 这是洗不掉的 这是洗好的样子 就整体白滑滑的 但不是刚才洗的 而是最后一次尝试 之前洗好的 就是做了很多动作 包括尝试了各种洗剂 全部都失败了 所以这个视频的话 多少有点虎头舍尾 不过没关系 说一下失败的经验 也是值得的 解放一下 每次的结果看一下 这是第一次处理的 就洗好以后 用蜜辣柔剂和羊牛糕 就晒了以后就是这样 也许当时 我掌握的施工方法并不对 最近蜜辣柔剂 如果施工 新做了一期视频 那个方法是可靠的 但是我没有机会重来了 就颜色是加深了 就是原来的斑块 并没有掩盖掉 感觉状况还不如以前了 这个表层 很快就洗掉重做了 而第二次 还是加深掩盖的思路 就重新做了一遍 会好一些 但是好不到哪去 这个时候 还是有点担心客人不满意 实际上客人确实不满意 我们约了见了一次面 他又把鞋交给我重新来做 这一次呢 就是刚才展示的那个样子 就洗机换了 用的是更强力的四绿雨漆 就清洗力上 四绿雨漆的KB值是90 12丸是30 清洗力是强了三倍 但是四绿雨漆我是不轻易用 就读性很大 用的时候就手套 口罩 眼罩都要戴上 这段是没有路的 就只有照片 当时是在一个停车场里施工的 洗洗停停 就怕稀露的太多了 就这个时候油版 才能更好的清除 就回来以后 还没洗掉的地方 用400摩的沙纸蹭掉 才是这个样子 才具备了施工的底色 沙纸我单独说一下 有适用条件的 这个斜皮比较厚 也比较硬 所以磨起来损伤不大 太暖了 下肉太宽 就不大适合 另外 之前上的洋粒子加持剂 形成的磨 实际上就是表面成磨 不会伸入皮里 这是可以磨掉的 像牛角油 氧化到皮里 包括一粒子加持剂 氧化到皮里的 再怎么磨 都不会改变 然后上加持剂 这回就不要去转色了 就轻转色型号 加持剂一上去 皮色马上就会恢复过来 前面的白色并不用担心 之前看到有人干洗包 变成白色 就着急的不行 其实这个用氧粒子加持剂就行 加持剂施工也没有录 以前的视频做了很多 可以再去看一下 这个样子感觉焦工过去 客人应该可以接受 但是你看这个烧坏的地方 就没办法修复 这一部分已经是氧化到皮里了 直接穿透 用沙子也不可能磨穿 所以一直就这样保留的 虽然我去年反复提到过 牛角油 雕油 马油这些 并不适合直额的保养 很容易造成氧化烧皮 但是交代我手里的案例 这种情况能占到80% 一看黑板 一问就是牛角油 现在全网的信息基本上就是教你如何来使用牛角油 我的流量很小 能看到的毕竟是极少数 对于全部人群来说的话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所以以后这种事情还是会层出不穷的 就好看 谢谢大家 给Hola